谈香港迪士尼,因为上海迪士尼这种做法 全世界不可能再发生 怀疑有一个人也好 无论员工也好,游客也好,确诊了 整个园突然凝结了 进行宣测检 直到全体人没有东西才放这些人找 尽量避免扩散的可能性 而是一个不能多 不是一个不能少,是一个也不能有 这个是举世无双 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都可以玩完 KT你开会少 你应该怎样说 今次的检测活动 我们确保万无一失,要做到滴水不漏 你真是万无一失 一都不雷失 一个不雷失 要做到滴水不漏 所以呢 你说在香港迪士尼有宣布要做这一件事 就是群情洶涌 我想说的就是管理成本的另外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的特色是怎样呢 就是说 我不理你,我现在立刻吵 这个在功利主义上来说 我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现在在日本 我赞日本不是这件事 日本也是投诉文化的 它是很鸿鸿的 它是投诉的 比如我 在那里吵 那麽就算了 比如说 还有跟大家说 我昨天 昨天和前夜 肯来过来我那里玩 在那里烧虾 在东京过来 假设 当然不会 假设 肯来过来玩的时候 我会吵到 翻天覆地 影响到别人 那麽就算了 他不会走过来 那个 年轻 小声VPA 它是直接打电话 差占 Good 然后 Sir 踏一部单车 轻轻轻轻轻轻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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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ら来 申于 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وں horizontally 但你ść 但到底我们很正当 大型 然后 日本最好如果有迪士尼有El März 也 Tut 主題公園說要檢核酸 那些人都會吵,內心吵 投不投訴,你投一點都不會讓香港開玩笑 但是他檢完之後出去了,你就死了,你就輸了 他喜歡寫信的,吳嘉誠,寫完這些信 接著就投訴你,他一定會投訴 香港有一點不同的就是 現場可能群情洶湧各種不滿 又要跟現場的工作人員吵 你跟他吵什麼?他又拿不到主意,說不到事 吵到你自己一段時間都還沒搞完 你趕快出去了,你是不是都做完,你出去再投 這就是管理成本問題 因為太多人現場了,所以他有很多人 的人力已經不是趕快幫你扭完走 而是安撫情緒,做很多事情 當然,有一個不同的就是 如果日本這邊投訴 他投訴完之後,他失敗了 他會承認,而且他會 真是烏沙不堡 香港現在還投訴,投訴完之後 有沒有人承認,那就不知道 現在永遠不錯 更加不要說後面後續的事情 才能夠先說到這裏 廢日斷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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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說吧 說回香港吧 香港這個投訴文化 其實由什麼開始呢 是真的由報紙開始 怎樣叫由報紙開始呢 如果大家知道,有某大報章 現在依然是高居榜首,讀書一次 他用投訴板起家 投訴板 尤其是公屋的投訴 變成讀者群數目大 任何公屋的投訴去到那裏 令政府房屋處刺毛鴨血 由偏配到流水到什麼 去到報紙上投訴 果然有改善有跟進 當然後來就擴展到其他媒體 變成封煙節目 都是大人其道 但是這件事後來就影響到內地了 我最深印象的有三件事 譬如當時內地發現奶粉有三醉青胺 香港肯和嬰兒驗 什麼嬰兒呢? 因為香港有很多跨境的家庭 那些嬰兒在香港出生 但回到內地或深圳 特別是在住 基本上有香港的身份證 或者香港的出生子 那她回來香港要驗 香港肯和她驗的 免費和她驗的 那些人每天就在那邊過來 他們真的非常之惡 因為那時我在醫管局做 我自己和主席都親自去看過 她說我今天過來現在 我今天一定要驗到 在五點之前 我就回去 要排隊 她又這樣那樣 如果你做不到的話 我就投訴你 我就會打電話報紙 某某部 叫她來拍照 那些同事就看到 腳都軟了 因為已經忙到不得了 第二 那些報紙又是這樣 在那裡拍照 要排多久 要這樣那樣 那些媽媽過來 她帶小孩過來 不只是驗三聚清安 或者打針 她要順手買東西 所以她的行程非常緊湊 她只是在中間 撥少許時間來打針 或者驗東西 你不要妨礙她 買其他東西 然後五點之後回去 又要煮飯 所以她半日遊 你左頭左勢的話 就投訴到你飛起 而且不止一個 真是成行成市 這些現象很普遍 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 香港特在深圳開了一間醫院 當時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內地的人去看 就是港大院收得比較貴 你的品質或聲譽有保證 如果她看了不好 你就很麻煩 因為她又告訴你 她會投訴 就去香港的傳媒投訴 唱衰你 好話不好聽 因為你收得這麼多錢 你要確保我 不僅有一流的服務 最重要是成績結果 效應 治療的改善 沒有的話 或不是達到她的理想 就很容易有衝突 無論在病房 無論在診所 無論在哪裏 拿藥的地方 又是 要怎樣培訓醫護人員 去處理這些投訴 在現場或是傳媒的投訴 又變成另一個很敏感的題目 其實這個投訴文化 在內地 彭彭你可以補充 我說錯或者已經不再對的地方 就是內地媒體 都很接受這些投訴 地方官員的政績 都很看這些投訴的數字 多人投訴的那些 有沒有道理都肯定很吃虧 甚至這些數字 你水洗不清 如果有人投訴你的話 你真的試圖有限 不單止是市民的投訴 你的同僚的投訴 絕對影響到你的升遷 所以投訴文化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如何處理它 這件事 香港慢慢不及內地 這個說法不知道正確 那幾件事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第一 我覺得香港也好 或者其他跟國內 這樣說 好像政治不正確 無論是中國卻戶 中國卻戶 中國卻戶 香港 中國卻戶 中國卻戶 澳門 等等 或者外國的地方 只要跟內地有接觸的話 都需要請一些類似我這類型的 叫做國情顧問的人 小弟也跟大家說一聲 我是一句日文都不太懂 但是我現在做了關西這邊的一些銀行的一些所謂的顧問 他寧願找個翻譯給我 都找我 雖然沒有錢收的 但是都對我有好處 那就做吧 因為要了解一些國情 你才可以知道一些情況要怎麼處理 例如回應奶粉事件 多得如 必須和學童去檢測奶粉 大家要知道 國內之前不是有三醉青鞍 大頭華華都出現 但是那些奶粉 你只會在三四五六七八九線城市 的一些低端商店才能買到